新华社马尼拉,1月22日电,记者郑欣王宇,由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吴湖舰,邯丹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组成的海军,第30批护航编队。 21日,圆满结束对菲律宾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是离马尼拉港启程回国。 飞方当天为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 非海军舰队副司令布尔吉诺准将及非海军官兵代表参加,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公参谈情生也率领使馆管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等,在码头,为海军护航编队官兵送行。 访问期间,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登陵吴胡建为问护航官兵,对编队访问工作给予指导。 编队指挥员办会了非国防部副部长卢纳、飞军、第一副总参谋长科拉多中将和非海军司令恩佩德拉德中将。 非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和海军司令恩佩德拉德,登陵吴胡建参观。 编队官兵代表,赴非阿拉诺海军基地参观。 与非海军陆战队开展了篮球、足球和把合友谊比赛。 编队还举办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日活动。 非军政有关人员、当地民众、华侨华人,登陵编队舰艇参观。 二十日晚,非海军还专门组织了欢送晚会,为护航官兵表演了当地特色节目。 通过交流增进了两国海军的相互了解和互信。 编队离港后,海军吴胡建、韩丹建、还与非海军PS36建,在海上,进行了编队运动和通信联合演练。 2018年12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在台湾台南科技园区工厂工作的菲律宾人,杰尔姆巴贝尔这Omba贝尔,身穿相有亮片的的低胸红色洋装。 戴着红色耳环和金色假发,前往菲律宾商店。 那一晚,巴贝尔参加了一场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 从11名男扮女装的家里中脱颖而出,摘下后关。 这是一场非常另类的选美比赛。 比赛由在台南经营菲律宾商店的老板娘伊扎贝尔·埃斯伯赫文,一手策划。 而参赛者,则全是在附近工厂上班的男性员工。 2018年12月30日当天晚上,吸引了近200名外籍劳工到场观赛。 这场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 参赛者清一色都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异性恋男子。 经过练习,学习女性特制。 现场唯一的台湾观众黄威荣,向BBC中文表示。 当天现场挤满人,很多进不去的人,只能站在马路上,透过窗户观看比赛。 他表示,这场比赛看似同志选美。 但其实这些候选家力,大部分是很man的直男。 选美过程比照正式比赛。 有开场五点演讲点台一点晚宴庄等十分专业。 且要摘下后关。 必须内外兼具。 因此除了外表和穿着。 临场反应也是评分项目。 因此机制问答是比赛非常重要的环节。 黄威荣 机制问答的问题很有深度。 像是政治及跨性别议题都是题目。 他举例 像是你对跨性别议题的一键点,应需要优先解决的社会问题,点国家预算如何使用。 黄威荣也分享令他印象深刻的才艺秀。 是一位加利在现场涂鸦创作。 以海外菲律宾人,OFW为中心的文字框。 周围写上,家庭点未来点教育点钱等字。 表达菲律宾人赴海外工作的关键原因。 依扎贝尔说,选美比赛的环节和问题,都是他的想法。 目的是要办一场真实的选美比赛。 活动主办人依扎贝尔对BBC中文表示, 举办该比赛是要帮辛苦在台湾工作, 生活苦闷的菲律宾移工。 找些娱乐。 同时也希望能做公益。 他说,选美比赛观众自由购票。 当作加厉奖金。 剩下的钱全数捐给菲律宾流露街头的孩子和孤儿院。 他强调,就算没买票也能参加。 活动现场也提供许多免费食物和饮料。 结合公益纯税,是希望能赋予活动更多意义。 这场选美比赛,共募集11万批所,月六。 4万新台币,得到冠军的加厉,获得新台币1万元奖金。 事实上,这是第二届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 经营菲律宾商店的伊扎贝尔表示, 参与活动的人都是他的客人。 过去每一年他都会举办活动。 像是免费美食或唱歌比赛已回馈客人。 不过前年开始,他决定做点改变。 希望再举办更大型的活动。 赋予活动更多意义。 因此才萌生举办粗鲁小姐,Miss Brasco,选美比赛的想法。 平日在工厂挥瀚工作的菲律宾劳工欧提Resty Otis, 选美比赛这天负责担任摄影师。 有多年婚纱摄影从业经验的O提, 是首次受邀拍摄选美比赛。 O提向BBC中文表示, 我接到电话时, 实在很开心,也觉得很幸运。 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选美比赛。 他表示, 透过拍摄选美加力, 让他有机会, 继续为摄影事业继续磨练。 到现场拍摄前, 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如何拍摄选美比赛。 他告诉BBC中文, 这次选美比赛富有公益性质, 能参与其中。 他觉得非常幸运。 他说, 现在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大家都非常享受。 菲律宾社会热衷选美。 从小学开始就有选美比赛。 每每全球选美比赛时, 全家大小更会守在电视前面。 为菲律宾加力喝彩。 上个月刚落幕的第67届环球小姐 Miss Universe, 由24岁的菲律宾加利卡特利·阿纳格雷卡特利·阿纳格雷卡特利·奥娜威,摘下后冠,替菲律宾报回第四座环球小姐冠军杯。 菲律宾乐壤, 菲律宾总统杜特特尔特, 也公开祝贺表示。 它是整个菲律宾骄傲。 菲律宾人热爱选美。 与菲律宾的神话有关。 菲律宾大学人类学教授内斯特卡斯特罗· National Castro Animal backstory, 此,菲律宾人从小就认知,女性就等同乌美丽,而美丽是值得被欣赏的。 另外,菲律宾是个天主教国家,每月五月会举行神圣的十字架加年华游行活动。 她重现海伦娜皇后Renie Eleanor,寻找耶稣的十字架的故事。 菲律宾各村里,就会选出最美丽的女人。 作为海伦娜皇后,卡斯特罗分析,菲律宾的家庭文化,也间接使得人们热爱选美。 她向BBC中文解释,菲律宾的母亲扮演重要角色,被称为家庭之光Elo and Tohanom。 她说,菲律宾民族英雄黎查托斯Raisal,就曾说过,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的母亲。 在台湾的外国劳工,以东南亚国家占多数,包括印尼点越南点泰国及菲律宾等国。 总共超过70万人在台湾工作。 他们所从事的多为出街劳动或照护工作,社服及产业界为大宗。 据台湾官方统计,看护类工作印尼籍劳工占期成多,共近27万人。 而产业类有则以菲律宾籍为主。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周六,26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昨晚,我要求并接受了麦加连,辞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的职务。 声明说,麦加连过去近20年,为加拿大人卓越服务。 他在内阁担任多项职位。 包括国防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以及最近的移民、难民和公民部长。 他在任移民部长时,接收了39500多名叙利亚难民。 激励了加拿大人,为世界做出了榜样。 我感谢他和他的家人多年来的服务。 麦加连周五曾表示,如果美国放弃对华为高管的引渡要求, 对加拿大而言,就太好了。 这一言论被多家媒体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评论称。